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媒体报道有在画廊展览的证据 另外他还作为评委评判了协会在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展览 他自己的作品也在这个展览中多次展出 那么这样美国移民局就认为 他符合了杰出人才至少三项条件 最后批准了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申请人同样他身在美国以外 他递交了说我计划将来到美国 继续从事本领域工作的这么一个文件 另外他说到虽然人在美国以外 但是我的作品曾经在美国有的画展得到展览 另外我加入了美国的一个画院 一个协会这样也帮助证明 他会继续在本领域在美国做出贡献 接下来的例子是一位来自韩国的运动员 他连续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都没有得到奖牌 但是他得了一些其他的国家和国际奖 打破了本国的全国记录 有一些来自他本国的媒体报道 移民局经过综合审理认为这些媒体报道 有的是比较长线的对他的专访 然后对他的报道 这些文章讲到说他打破了记录 他在本领域是处于顶尖的位置 至少在本国还有高收入这些 那么这个参考意义就是媒体报道 包括非英语的媒体报道 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了重要部分需要翻译成英语 然后报道的重点呢 需要是申请人本人 比如说是专访之类的 达到本国的先进水平 哪怕不是世界先进水平 也可以满足要求 接下来呢是艺术类的 有一位申请人 他是给游戏配音乐的一位艺术家 他本人呢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奖 但是呢他有格莱美奖 Grammy Award 这个得主的推荐信 讲到呢说 这个给游戏配乐呢 当然这也是一个新的领域 是吧 现在有这样手游啊 这个别的电子的游戏 是在飞速发展的一个领域 然后呢 那在本专业呢 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媒体报道 包括有专业媒体 还有大众媒体的报道 然后呢 这些报道呢 不都是关于这个申请人的 但是有的呢是对申请人本人的报道 那么有的是对这个领域 但是呢提到了申请人或者他的工作 所以呢也都可以用到 然后呢 申请人还提交了一些 他作为评委 评判他人工作的证据 那么这个参考意义呢 就是媒体报道 那么你关于本人的专访 当然很重要 但是其他的媒体报道 如果是相关的 尤其是发表在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的 也会有作用 另外呢大家看到 给游戏配乐等等 像这样新媒体 新领域 这样的艺术 而不仅仅是传统的 比如说钢琴啊 小提琴啊 油画啊 像这样的艺术啊 这个呢也都会得到考虑 作为杰出人才的证据 下一个例子呢 是说有一位模特 他是时尚方面的模特 出现在很多的大众杂志上 包括一些时尚杂志 有的呢 占封面啊 在封面上有他的照片 然后呢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关于他的媒体报道 包括这种时尚杂志里面的专访 还有呢 有关于他的纪录片 讲到了他自己和他的专业生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呢 这个媒体报道很重要啦 然后包括电视和录像等等媒体报道呢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作为证据 但是呢 如果你只提交一个截屏嘛 那么这个图片本身呢 不足以说明 这是关于你的电视录像媒体报道 那么还需要有其他的辅助证据来证据 最后一个例子呢 是说有一位马术运动员 他呢 参加了奥运会 也没有得到奖牌 但是呢 这个领域呢 也有一个世界排名 叫等级分 然后这里头呢 讲到他曾经得过他本国 一个小的项目里面的比赛冠军 他这是来自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 然后呢 他提交了本国颁发的专业评级证书 尽管呢 这种评级体系在美国并不适用 用的是别的体系 然后另外他过去是运动员 在20年前是运动员 现在呢 是作为教练来申请 然后呢 AAO上诉委员会认为 过去的这些成绩呢 仍然可以使用 在运动领域呢 可以讲说 他有一个整个的事业生涯 运动生涯 然后呢 就前后一致 证明这个申请人 在本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有一定的名望 有相当的影响 得到国际的承认 在本领域里面 包括小众领域里面 得到承认 所以最后呢 他的EB1A 杰出人才 美国绿卡 也得到了批准 在这两个视频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 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 有十个这种 杰出人才批准的例子 具体讲到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证据 用什么样的方法 包括十条里面 怎样满足的条件 经过上诉委员会 审理得到批准的 希望呢 对你的申请有参考意义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